喜师傅说故事 有一天 佛陀与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在一起 当时有一只鸽子被老鹰追赶着 这只鸽子拼命地逃 飞到了佛陀的脚边 刚好被佛陀的身影遮住 鸽子心想 哎呀 真好 这里让我感觉好安心 完全没有恐惧 佛陀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 这时换成是舍利弗的身影遮住鸽子 只见鸽子又害怕地浑身发抖 舍利弗看了觉得奇怪 我也是断了剑丝祸的罗汉 为什么这鸽子在我的身影当中还会发抖 在佛陀那里就不会了呢 佛陀进一步要舍利弗观察这只鸽子 你看看它 以前是什么身份 舍利弗运用它的宿命通观察 就一直往前推 推了有八万大节这么长的时间 他告诉佛陀说 佛陀 八万大节以来 他一直都是鸽子 所以不知道 他是什么身份转为鸽子的 佛陀佛陀 佛陀又要舍利弗观察 那你再看看 他什么时候会脱离鸽子的畜生身 于是舍利弗再次用他的宿命通观察后说 佛陀 八万大节之后 这只鸽子还是鸽子啊 这时佛陀告诉舍利弗 这是八万大节以后的事了 这只鸽子要在恒河杀节之后 罪报以弊才脱离鸽身 脱离鸽身升到人道 贫穷下界 五百事以后才听闻佛法 然后到僧团求寿五界 开始修行 之后他会证得阿罗汉果 原来阿罗汉的宿命通 只有八万大节 与佛陀所知的无量节 简直是天壤之别 佛不仅是断了贱私祸 包括尘杀无名等习器都断尽了 所以大慈大悲 舍利弗只断了贱私祸 习器还在 大慈大悲心还没有出来 所以鸽子躲在他的身影之下 还会感到恐惧害怕 以上故事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